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对比试驾BRD的Song Plus和吉利的银行摇器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次的活动的安排 因为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来试驾 有非常多的里程可以来体验 包括一些高速啊 山路等等 而且还会换手来驾驶 刚刚其实我已经试驾过了Song Plus 然后现在再换到这台银河L7上面可以来详细的对比一下 两款车的一个动态方面的一个差异 两款车都是这种插电混动的SUV 比亚迪是一个P1加P3的结构 而这台银河L7是一个P1加P2带一个多档DHD的结构 那它们都是支持这个串并联的模式 所以在日常中低速的行驶都可以用串联这种非常丝滑的电驱动来行驶 那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它们比燃油车驾驶质感更好的原因 因为电驱动所带来这种很跟脚随彩随有的感觉 真的是开过了 很多人就回不去了 那相比起比亚迪Song Plus它的单档的串并联插混 电台银河L7额外多出了一个三档DHD的结构 那这也是两款车在动态方面一个最为核心的差异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好好聊一聊它们的体验上的区别 其实这个三档DHD提供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并联的模式 那这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在现在的高速的路况当中 因为它有三档DHD 所以它的高速的再加速能力 其实要比比亚迪的Song Plus来得更好 那Song Plus基本上是在90到180这个区间 它的加速能力就已经非常的禅弱了 而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加速力道都还是非常够用 并且官方也特别说到这台车的急速是能够达到这个240公里秒时 而比亚迪Song Plus只能做到180公里秒时 虽然说这个在法定的限速内都够用了 但是呢更高更快更强使用都是人类我们的追求嘛 所以有一个更快急速的车在高速上跑起来 应该也是会更从容一些 相比之下呢比亚迪Song Plus那套DMI的插电混动 它的并连的进入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基本上只能在80到100这个区间 然后是以一个比较平缓一个低负载的驾驶的状态 它才能够切入到它的一个并连的工况 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有一个深踩油门的请求 加速超车的请求 那它就会回到串联工作的状态 如果说此时的电池的SoC比较低 那它的这个电池不足以来喂饱它的这个电机的话 整个的加速还会变得更加的缓慢 而这台银河17官方说到它在20公里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它的一个并连的工况 所以应该来说它全速域的一个加速的能力都会比比亚迪要来平常一些 也正是因为银河17的这套插件混动 它的并连的工作范围比较大 所以理论上来说它在高速路上的这个充电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那官方是特别说到这是一套永不失速的插件混动 那这也是在点谁的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另外一点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在山路行驶的部分 特别是在上山的过程当中 比亚迪因为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串联来驱动 所以它的这个上山几乎可以说是越来越力不从心 因为它的变质电量一直在往下掉 而这台银河17因为它并连的工况覆盖得更加的广 所以它在山路超车的过程当中 明显能够感觉到动力会更加的有劲 那如果用燃油车来做一个比喻 那比亚迪的Song Plus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1.5自吸燃油车的水平 而这台银河17基本上能够达到1.5T百涡轮 这样的车型的一个加速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个三档电器体 所以它理论上来说可以给到一个更加节油的并连的板位 也就像我们燃油车的那种超速档一样 所以这也可能是这个银河17它的官方的油耗 要比Song Plus低一些的主要的原因吧 不过呢在山路超车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留意一下 这台银河17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可能要在你踩下加速踏板 可能一秒钟之后才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输出 所以它并不像那种调校的特别聪明的 AT变速箱的油车那样特别的损心所欲 这台车还是需要稍稍等待一下 流出一些超车的提前量的 那还有点就是两款车它的底盘的质感差别也是挺大的 比亚迪的Song Plus在走过我们日常很常见的那些破损路面的时候 它的底盘对于颠簸的化解并不是特别到位 感觉质感并不是特别好 而这台银河17走过那些破损路面 不管是它的底盘对于那些颠簸的化解 包括它的这个前排座椅所带来的这种乘坐输入性 我觉得都是要比比亚迪Song Plus要更好 那通常来讲在车上当中当一个先锋车型 它开拓一个全新的先锋车厂之后 后继的车型它要么在价格上 要么在体验上都会更有优势 我觉得这台银河L7就算是后者 因为它有一个覆盖面更加广的插电浒动的系统 那如果说比亚迪的DMI算是体验能够达到80分的话 我觉得这台银河L7基本上能够达到90分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其次呢它的整个的造型的设计 包括这个内饰 特别是整个的交互这个大层的体验 也确实要显得比Song Plus更现代化一些 而且你别看这台银河L7 它用了这么一套电车感的内饰 但是它却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手动的空调冲和控制 可以说是极为先进了 那同样是把比亚迪视作核心的竞品 那和长城那种非常主动 甚至带有一些攻击性的宣传方式比起来 极力还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一种宣传的手法 那相对来说 你更喜欢哪一家的这种带给你的感觉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